嘉義五歲的生命小鬥士 徐徐在阿公阿嬤還有弟弟的陪伴下 出席社福基金會的圍爐活動 原來基金會在徐徐因車禍受傷而勘患的期間 經常出動倒宅沐浴車 幫徐徐洗澡 讓阿公感激不已 累積車禍重灘598天 曾經一度失去生命跡象 用奇蹟蘇醒的徐徐 用強韌的生命力感動了許多人 如今徐徐的媽媽在臉書上po文宣布 徐徐要出書了 徐徐媽媽說到徐徐從前年發生車禍 一直到現在已經700多天了 這至終的日記還有新路歷程 如今將集結成册出版成書 近期就要出版了 但強調所有的版稅收入 將會全數全數全數捐出給社福團體 會誤會啦 因為想說是不是要從中得到什麼利益 其實我們真的都是全數捐出啦 我的孩子就是有使用呼吸器 又是脊髓神傷 所以我就是這兩個產品我都有幫助 徐徐媽媽還表示 這本書的內容是徐徐 從出世到現在的身體 心情 醫療 復健所遇到的心路歷程 歡笑和淚水 還會搭配可愛的插畫和照片 希望透過徐徐努力奮鬥的精神 可以鼓舞更多人 讓大家都能成為自己生命中的勇敢鬥士 看看新書封面 徐徐憋著可愛的粉紅色小花髮夾 迷著眼睛露出甜甜的笑容 希望用自身小鬥士的故事 鼓勵其他像他一樣的大朋友或是小朋友 更開朗地面對人生 記者 火管張行 嘉義報導